师傅,今天咱们要做一个不太一样的菜 对,这个花嘎是咱创建的一种食材 今天咱就用12块钱的花嘎做个一菜一汤 好 猪菜是卵茧青瓜花嘎冰 汤就是黑咸、扎菜、鸡蛋汤、蛋花汤 这小两口就足够吃了 对,12块钱很实惠在家 原料有花嘎、黄瓜、葱、酱、酱、扎菜、鸡蛋 先把这黄瓜切成丝 一根黄瓜 对 切的葱末 再切点姜末 切点姜末 再切点榨菜丝 做团 用橙包的榨菜可以吗 可以 如果家里有橙包的榨菜丝 你可以直接用橙包的榨菜丝就行 超市的都没 这个榨菜是咸菜 嗯 咱必须咱用清水先泡上它 咱说咱这黄瓜咱给它加一点盐 一定要烧哈 一点盐一下 一颗 没有 半颗吧 加点盐以后你把它抓一抓 抓抓的动作是什么呢老师 转一抓让它处掉水 哦 手尾这样处掉水 别处厉害了 嗯 就是在手尾里边钻一钻 把那水钻出来 手尾里边就要上 这钻太狠了 这水不要了 这时候咱把这滑杂 开水里烫一下 放下 放下的作用是什么呢 放下的开口 哦 开口一会儿咱往去路 哦 这个滑杂一视线 一定要洗干净 嗯 一定要把这洗干净 好了 开口一会儿 开口就搅和搅和它 这里有沙子 好了 搅一搅吧 把沙子都淘出来 对 这是把这烫一倒了盆的 这烫三药用 肉把它拔出来 哦 拔出这个肉了 一菜两吃 烤凉麦其蛋 烤凉麦其蛋 加点胡椒粉 少许的白胡椒面 对 好 一克多的盐也行 稍微来一点料酒 鸡蛋大蒜 加了面粉 淀粉 这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多少呢 那个面粉二 点粉一斤就行 好呢 稍微让它抽一点 或者说 需要加水吗 不加水 因为黄瓜里头有水 嗯 滑干里头水分也不少 把这个稍微加一点香油 稍微加一点不要多 嗯 加香油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海鲜菜啊 嗯 一般的夹着香油 给它 它油到鲜了 再给它整整香 哦 把葱姜下去 葱姜末 来 加了花瓣啊 哎呦 这点水带着 咸 逐次加入 对 有点稀是吧 稍微来点面粉 嗯 来点面粉增增稠 好的 因为在花瓣里头它有水分 嗯 咱不能往外四万 花瓣里头水分 它全是咸汁是吧 对 对 海鲜的那种汁水 对 好了 锅子夹着花瓣油 好 油不要太多 嗯 不要太多 夹着黄瓜 好 最后夹黄瓜 对 这个油烧热了以后呢 再管小火哈 一定要管小火 把黄瓜搅匀 对 好了哈 嗯 好 全部倒入就可以 全部 一锅煎出来吧 煎这个的话 油温是多少能老师 一碗还是五成 哦 煎东西大部分都是五成 对 一百五十度 注意控制火候 中小火 嗯 我觉得把这个花嘎 换成虾肉 或者是鱼肉 也都可以啊 嗯 虾肉可以 鱼肉尽量就 嗯 虾肉蟹肉行 煎熟一面 好 再煎另外一面 对 翻面以后再加点油 稍微一点油行啊 油一定不要多 得时刻注意这个火候 对 好 拿筷子扎一下 嗯 闻见这个鲜味 鲜味 特别鲜 特别热 特别热味 好 好 尝一尝 闻着好香啊 又鲜又香的味道 还软一点 好 切一下 分成小块方便食用 对 下边呢咱做一个 黑咸 扎菜 蛋花糖 这是全花干的水哈 嗯 倒的时候一定看底下有沙子嘛 我沙子一定要真香 啊 这个沙子就避免的进入锅里 嗯 好 一定要真香啊 开火 开火 放炸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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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炸菜以后咱先去挑枯哈 嗯 放料酒哈 料酒少许 嗯 来一点 稍微来点胡椒 好 来点味精哈 稍微来一点哈 一丢丢味精 一点点 不喜欢吃可以不放 对 加一点点醋 稍加一点 来点清香米醋 对 加点醋哈 好 再挑一挑口 稍微来一点儿酱油啊 好 一点酱油 一点 在炉菜里头呢 这个清蒜菜啊 都是蛋叉色哈 嗯 都是白颜色哈 好 好 还要需要鸡蛋 对 它是一个蛋花糖哈 哦 好 好 鸡蛋打反就可以 对 好 清清锅里的浮沫 对 这是另一路鸡蛋也行哈 嗯 把这另一路鸡蛋哈 好 好 这时候可以管火的哈 点上几滴香油哈 淋出锅点香油 好 黄瓜鱼呢要管火以后再放哈 黄瓜 黄瓜丝 好了 这时候它可以出锅的哈 黄瓜 今天这两道菜就做好了 这个 鸡蛋煎青瓜 花盖饼 它是非的 鸡蛋 鱼 外皮呢 稍微的有一点儿嚼 稍微一点儿嚼 而且里头呢 这个花盖 这个花盖 和这个青瓜 它两个呢 一搭配 鲜上加鲜 再就是咱这道糖 特别清鲜 特别清鲜 这个花盖糖 加上榨菜 稍微 有一点儿的带一点儿酸 稍微一点儿辣透 再加上花盖的这个鲜 非常开胃 而且呢 它没有浪费掉花盖 它冰身的那个鲜汁 嗯 完全地给它利用上了 嗯 相索好这道菜 你要是很简单 第一 买花盖的时候 你一定要买那种乌煞的 回来以后 你一定要淘气干净 再烫 烫的时候你不要糖过 不要糖过 再有这个花盖 鲁条味的时候 一定不要太陷 一定要淘 淘的淘的淘 你口味一定要清一点儿 嗯 一定要清 一定要突出它的那个琴弦 再去煎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火慢煎 不要大火 不要煎焦 外头的皮稍微一硬 里头还非常的乱类 因为咱是一个乱煎菜 嗯 就可以了 所以要掌握住花口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今天这两道菜 咱就介绍到这里 先吃哪个呢 菜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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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还得先吃菜 哇 嗯 真是清鲜啊 一闻是清鲜 嗯 鲜水压口感 入口的时候 你最先感受到的是黄瓜的那种清脆 黄瓜丝 咳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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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非常清脆 然后 你会 尝到这个饼的 那种 嫩 但是呢 下面呢 还有一点 韧 就是你的齿感 会非常有意思 又嫩 有点韧 还有就是 当你嚼的时候 花嘎肉的那种 嫩 也出来了 口感是脆 柔软 呃 嫩 呃 还有一个花嘎的那种 呃 质感 而逐渐的会显露的一个过程 这味道呢 入口呢 就是 清鲜啊 黄瓜的清鲜 然后呢 你越焦 它会越香啊 鸡蛋的那种香气 会很足 当然了 这里面还包含 这花嘎肉的那种海鲜的那种鲜 是一道以鲜为主啊 香 在鲜的后面的一道菜 我们再来尝尝这个汤 先喝一口汤 这味道呢 就是以酸为开头 后面是很柔和的鲜 咸香 呃 是这样的一个层次 再尝一下这个里面的榨菜丝和鸡蛋 还有黄瓜丝 嗯 这个榨菜丝呢 一点也不咸 它入口的整个口感呢 就是脆 啊 榨菜丝的脆 还有黄瓜丝的这种脆 两种不同的脆嫩的层次 结合在一块 鸡蛋的存在感是很弱的 鸡蛋应该就是为了整个给这点汤 分一个鲜和一个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啊 你去吃的时候 它的口感是很弱的 整个这个汤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柔很润 喝着很舒服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关于煎的菜品 如果你对传统技法感兴趣的话 请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再见